我这一体这么难吗 他们家底下就是金矿 现在他去做乞丐 我们会怎么做 你们不会去挖他的金矿吧 不用挖 你也有 这比喻 每一个人都有如来智慧得相 这比喻你的无量的财富 可是你不知道 你现在去做乞丐 每一个人都有金矿 当你知道你有金矿 他也有金矿 结果他去做乞丐 你一定会去告诉他 你赶快回去挖金矿 干嘛过这种苦日子 这个就是自爱 这个就是爱人 不忍心看人 陷在烦恼痛苦里面 就好像脑和上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是吧 你看他每一天讲经说法 希望跟他有缘的弟子们 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不忍心看我们在轮回了 在痛苦了 所以 现在的人 没有闻正法的话 没有闻佛法 心有千千解 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们家那一本经好不好念 不好念 念着念着 哎呀好难念 转个念头 下辈子不来投胎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你还是转成 觉悟啊 菩提心 你求生敬主了 没关系 这一生 该敬的本分敬好 接下来 我看不少人都是秋天 还有人冬天 咬紧牙关 此生正无量 值不值得 接下来很短 拼这个 很划算 很值得 当然了 咬紧牙关 不用咬很久 我们一想 我要咬到死啊 不用了 你真的 好好听老二上的话 咬三年五年 就差不多了 你好好练 比方说老二上说的 念念为他人着想 练这个功夫好不好 你练他三年五年 就练成了 你就不苦了 你会有笑容 为什么 人的烦恼从那里来 贪不到就痛苦了 你都没有自己了 你就没有我贪了 你没有我贪就没有我撑了 人为什么生气 你要的 他没给你 你希望他给你讲好话 结果他给你吐槽 你就不高兴了 不顺己意 就容易撑了 所以这个要体会明白 我们不要再讲说 都是他惹我生气的 这是外行话 学佛不能讲这种外行话 本来无一物 何处的尘埃 明明是我们自己 颠倒了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自己的心动 我们假如有修养 也不会被他激怒 人家弥勒菩萨 今天弥勒菩萨 特别加持我们 人家弥勒菩萨说 剔拓在面上 人家给他吐口水 随他自甘了 我也省力气 你去擦 那个手举起来 要消耗卡路里 是不是 我也省力气 他也无烦恼 因为他给你吐口水 是他很对你生气 你这个手举起来擦 他以为你要打他 他就打起来了 你是擦都不用擦 他说 这个人定功很好 所以最后被你感动了 说不定 你有修养 他没有办法让你生气 我们再举现代版的菩萨 海贤老和尚 真的贤功 人家给他收电费收多了 他稍微问一句 那个人 给他两个耳光 然后骂他 然后他说 旁边的弟子都有一点忍不住了 你看他 他都没生气 打我两个耳光 算给我烧痒 一脸唾沫 算给我洗脸 人家会转念 转静 念头一转 境界就转 你会转念的人 可以让你气得快要 高血压的 你可以变成笑脸对他 你们相信吗 快要把我气成高血压的 我可以马上变笑脸对他 念头 我们一向外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着在向上 你假如念头一转 向内 佛法是内学 向内 我怎么要生气 我怎么还有这个称心 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是他提醒我 我还有称心 谢谢他 你本来气得钥匙的 一转念 谢谢他提醒 他是来成就我的道业的 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生命中 都是来成就我们道业的 你相信吗 相信你就是善财童子 大家要不要当善财童子 要当才可以回故乡 回故乡是当生成佛 往生就原正三不退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那你就是当生成就了 当生成就的人 看起来有没有当生成就的气财 有没有 有啦 是不是 你看一个人快要升官的时候 他的额头都发亮 他的运势到了 你看一个人不好的事快到的时候 算命的时候你硬朗发黑 都有征兆的 你不会看一个人 每天在那里气得钥匙 明天他就去极乐世界了 我看不大可能吧 他要往生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修得不错 人家怎么骂他 阿密斗魂 他不会生气了 世间放得下了 用现在科学讲 叫频道接上去 大家都有看电视的经验 有一个遥控器 控制频道 一按 荧幕出来了 你们要按哪一个频道 48频道 要跟48院 要接好了 不能接到三恶道 贪心会接恶鬼道 称恨心接地狱道 愚痴接畜生道 所以亲近心接佛净土 亲近佛土进